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哈爾托普彗星的周期 約是2500年 他就是讓太陽一圈年要2500年 則其與太陽的平均距離 約為地球與太陽平均距離的多少倍 而地球跟太陽之間平均距離 我們用R一來代表 我們知道根據行星第三定律 這個是R除以T R三次方除以T平方 這是一個常數 那代表R三次方跟T平方是成分比的 也就是說小R除以R1的三次方 這是等於說啥呢 大T就是哈爾托普的周期 這哈爾托普他的平均軌道半徑 R除以T R是一年 地球繞太陽一圈是一年 的平方 那這是2500的平方 現在這是50的平方 所以這是50的四次方 那這樣哈 小R除以大R 就等於多少呢 開三次方 50的四次方開三次方就是50 它乘以50開三次方 三分之一 它算是小於4 因為4的三雙是64 64大於50 但是大於多少是3 三的三雙是27 它是小於54 也就是說 這個它是小於 介於3跟4之間 所以哈 這個小R除以大R1 它介於多少呢 4乘以500 4乘以50是200 跟150之間 所以R的話 是等於這個是多少倍 這小R是大和多少倍 介於150到200 之間 倍數 那應該選D D的話 這個答案是185 185倍